接下來我們會說什麼是股本證券 這叫股票、股份 記住,凡是股本證券、股票、股份 它都是一個業務或者公司的擁有權的憑證 即是你做了那間公司的老闆 你出了錢 股本資金或者叫股本資本又稱為風險資本 你投資在這間公司之後 你是沒辦法有一個保證的回報 因為你不會知道公司賺還是虧 你就希望透過公司經營得好 收入增加、業務有增長 去幫助你帶來投資回報 如果公司賺了錢有日利的 你就可以佔到一部分公司的盈利 如果有虧損你都要一起承擔 這個就是股本或者叫股票的做法 那為什麼要進行股本融資 首先我們要想什麼叫股本 第二什麼叫融資 那股本剛才說過 就是股票呀 一些公司的擁有權 那你賣一間公司的擁有權 出去做什麼 去籌錢 所以股本融資其實就是 希望有一些人 加入這間公司 投入一些資金 去換取一些擁有權給他 即是說這間公司 越多股東 越多人用股本融資的方法加入 公司的資金就會越多 但是老闆的數目也會越多 OK 那除了股本融資之外 另一種方式就叫債務融資 即是借錢 那就是籌錢和人搞生意 要不就是借錢 那股本融資就是籌錢 那其實資本的需要 通常有三種的 什麼情況下 你需要借錢或者籌錢呢 第一就是你開辦業務的時候 那這個就叫做開辦資本 即是說如果你為了一個新的業務而籌錢 那這個就叫做開辦資本 OK 那另外一個就叫做擴展資本 即是說你現在已經有一個業務 現在已經有一個生意 你希望擴充 那這個就叫做擴展資本 第三個就叫做資本重組 即是可能你資不抵債 或者臨時有一些現金需要 但是你解決不了 或者你想將一些過往的負債去撇除 那你去還錢你需要一些新的資金 那你就可能需要籌錢 那在這個情況下就會叫做資本重組 那這三個都是主要需要做融資 股份量是股本融資 或者債務融資 主要的原因 OK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股本市場 股票市場 大家有沒有興奮 那時候在店裡 你們有個請問 我先進行 我先進行 但是這個地方 我先進行 內容 很好 我先進行 我在這裏 甚麼時間 我先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